嗨,大家好,我是阿蔡,歡迎大家回來,裝修好脆弱 最近我就要搬新的studio,所以需要買新的傢俬、嘉品 最重要就是一些收納的用品,搬回我的新studio,有一個新的氣象 所以今天我就來到沙田,一石凍都是買傢俬、家具、嘉品的東西 去看看有甚麼產品是我需要,而且是需要買回去的 暫時我有三個泰卡是需要買的,第一就是買新的桌子 第二就是新的椅子,第三就是一個新的櫃 當然再加一些收納的用品,而第一站我就將會去後面的IKEA 如果大家平時有看我的影片,都會知道我其中一個背景就是這個櫃 它就是現在加斯的4x4的櫃 這個的寬度會是147cm,深度會是39cm 整個櫃都是這隻的木的淺木石,而且裡面是比較空心的 沒有說有這些間隔的櫃,所以我是被我擺在FIGURE為主 所以我目標是要找一個櫃,就是這個櫃的寬度和深度 然後就在下面浪起整個櫃 大概的高度,我自己的目標就是這個4x4的櫃大概是三分一左右的高度 所以我現在就去看看現在加斯有什麼選擇可以給我 走囉 其實為什麼我們無緣無故去找櫃呢?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本身是做地主,坐地下拍東西 但我現在準備升上這個佛堂 我以為可以有一個椅子坐在這裡 然後後面就是一個格子櫃,背景不動的 但始終我坐了上去,跟以前的環境一樣 所以我所有東西都要升上去 即是後面的櫃,我想找一個櫃浪起它 先櫃這個 這個櫃看起來挺實正的,而且價錢很划 但有一個問題,大家可以看看這個 它是120x42,即是我們剛才說的闊度 我需要147,但這個闊度已經不夠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Faro的櫃 但我覺得這個高度 我覺得是我其中一個深水 因為都可以分隔到兩層,可以放到我的腳架 燈脚的東西在裡面 另外上面有些塵包做一個收樓 裡面的內檔和高度是不錯的 然後我看到這裡有一個藝櫃 但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一個玻璃櫃 玻璃櫃我自己就不太喜歡 因為如果我再加東西上去 有機會令玻璃出現裂痕 即是爛的危機 所以無論它的闊度多好,尺寸也好 它都會是我的選擇 這個櫃其實我覺得不錯 但有一個挺大的問題 你看看下面這個 它是一個堅尼地的櫃 但如果它是堅尼地 我擔心不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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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還是放棄它吧 好嗎 跟大家說我要買桌 有幾個條件我可以買這一張桌 首先第一就是闊度和長度 這門桌都是海邊可以太長或者太闊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平日使用這個 Sy�M 沒有固定埋放在櫃 再加上我本身拍攝就最重要的是乾淨 不能經常摳太多桌面 所以我會選擇 大約滑度中摳大約 最適合自己的尺寸桌子 而第二個條件 我這個是夢寐以求的條件 就是想買一張可以升降的桌子 但大家都知道 這張升降的桌子 如果是電動那隻 都應該四五千元就不掉 但我沒有錢 窮的時候又怎樣 就選一張手動的升降桌子 現在這張桌子大概升降到70-120cm 只要拔出來扭扭角 然後向左向右轉 就會升降和降 我覺得挺適合我 如果我想坐在高的位置 和大家拍片游得 又或者我想像以前那樣 降到地上拍片 都可以做得到 這張桌子就行了 我一定會拼除它 其實現在的傢伙有很多不同的電競椅 或者電腦椅 雖然粉色多 但又有味道非常舒服 但椅子這方面 我不會這段影片和大家說的 我會開一段新影片 專門告訴大家 我到底怎樣去選擇 我第一張電競椅 其實SATI這個商場 都有不同的傢伙 這樣很適合大家 但我看到比較多是一些傢伙 就算比較細小的收納用品 都有的 但價錢很貴 就好像這一張的櫃 雖然它有綠去轉 上面可以放一些不同的雜紙 和物品 下面這個位置 有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可以做一個收納的用途 而重點就是它中間這個位置 都可以放一些雜物 我覺得整個設計非常漂亮 但當我摸摸的價錢 $3290 少了一個零 好像就差不多了 這個德國製造的櫃就厲害了 一拉下來就可以變成一個工作桌 上面也看到這個 可以用來工作 旁邊這樣的架子 需要額外配置 可以放一些iPad或文具 大家看看價錢 是$7700 就算有50%的 也很貴了 我是真金巴人 買了剛才那張桌 但這裡因為比較多是家具 比較大型的產品 所以我不能找到自己想找的東西 譬如好像那個櫃 我想放四乎四個櫃 這裡就不是找到我心目中想要的東西 所以我會回到中手佬的中學院 DIY我喜歡的櫃 到時會有一條影片拍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記得留意一下 我們John Solo的頻道 和我阿翠的頻道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和John Solo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